当地时间2019年7月 据外媒报道 英国7月2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致函称 遭伊朗扣押的英国级邮轮史丹纳帝国号 在阿曼领海遭到伊朗部队接触 而这样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干预 伊朗的扣传行为也激起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应 英国外交部当天宣布向海湾地区增加兵力 以应对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 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畅通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 正在研究和考虑各种选项 同时英国还致函联合国安理会 强调伊朗扣押英方船只是非法的 并谴责伊朗违反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原则 要求伊朗立即放船放人 据报道 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致函安理会的信件写道 史丹纳帝国号当时正义国际法 在一条国际海峡行使合法过境通行权 信中写道 国际法明文规定过境通行权不得受阻 伊朗的行为因此构成非法干预 这封信也发函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